戰除四萬,又稱戰除40K 是一款曾經被人多次改編成電子遊戲的著名board game 原本的board game我就沒玩過了 對世界觀的了解都只是Google回來 不過即使是這樣,戰除40K,星際戰士2,爽到爆的戰鬥都依然令我落在其中 戰除40K有宏大的世界觀 故事大約是講述在未來 有一位好像神一般的人類帝王統一地球 建立了人類帝國 並向這片星海發起了一場大遠征 這個宇宙充滿著各種牛鬼蛇神 有其他星球來的種族也有居於亞空間的邪神 是一個科技、魔法、鬼神同時存在的世界 而人類帝國的殺手簡 就是這班大舊蟲Space Marine 40K是指公元四萬年 當然你也可以把40K理解為這個board game要有四萬英鎊才玩得起 戰除40K最受歡迎的題材就是那些為了榮譽四處徵戰的星際戰士 一開始會覺得他們的裝甲很簡陋很笨重 不過當你結合這遊戲的氛圍和世界觀 你就會發現這班又硬又粗又有重量感的大舊蟲 根本是宇宙聖電騎士 為了他們的神皇去殺盡所有的異族和異交徒 Space Marine 2 裡面 我們會繼續扮演極限戰士 泰圖斯去執行一系列的任務 同時他都會被同袍猜疑 懷疑他被混沌腐化了 活活有什麼大件事呢 泰圖斯都會眼神閃縮 若有所思 真是看得連我都覺得他有景色 整個故事不算真的很特別 但就已經足夠支撐起整個主線流程 在主線裡面你還可以看到很多戰除40K的特有設定 譬如說明明這遊戲設定是公元42000年 但電腦看起來就比我們的現代還落後 那些電腦都叫做機雲 開機方法是點蠟燭 再審些香爐腐 星球間的遠距離通訊不是靠發射站 是靠靈能者的超能力去通訊 一個不小心還會被亞空間裡的混沌勢力入侵你的通訊 那這個時候當然要推薦他用 等下今集沒有廣告 那戰除40K星際戰士2 就是一款很傳統的第三身動作遊戲 你會在一個很富有戲劇性的戰役模式裡面 用你的槍械和巨鏈刀殺出一條血路 那條主線還可以三人連機合作 玩完這個大約九個中場的戰役之後 這遊戲還會有一個主打合作PVE的作戰行動 和一個叫做無盡戰爭的團隊PVP 這兩個模式都會有一系列的技能和外觀可以解鎖 比較像十幾年前 Halo和Gears of War那種連機打戰役 再外加多人對戰的那種服務模式 那都提起Gears of War了 我都不怕說第一眼看這遊戲 我都會真的覺得它好似Gears of War 始終兩隻遊戲裡面 你都會以第三身過肩視角 去看那些誇張到爆的大混蛋在那裡突突突突 不過兩隻遊戲的玩法上 就有著決定性不同了 Gears of War的遊戲主族 就是像Marcus說的 take cover 他雖然有鋸鏈和刺刀這些近戰要素 但他戰鬥的主族始終都是射擊 而星際戰事業裡面的大隻佬是不會用染體的 他們就直接硬翹硬馬站在路中心打 而且射擊和近戰的比例大約是五五開 遊戲的關卡對於戰場的刻畫是非常之有誠意 你會在執行任務的時候看到各種不同的爆炸場面 亦都會看到普通士兵在奮力對抗重海 在劇情的關鍵位置還會有CG動畫去呈現劇情 老實說我沒想過在非AAA的title裡面可以看到這些表現 今次我去用主機去試玩這隻遊戲 會注意到主機的效能模式雖然有穩定的FPS 但畫面的質素就比較難頂 是少數令我放棄Frame Rate擁抱畫質的遊戲 當然最好都是玩PC 反正跨平台 這隻遊戲的關卡設計就比較順適 因為每場戰鬥打起來的感覺都很累 前期打泰倫重組會好一點 起碼這隻遊戲間中會安排一些防守戰 要在特定的地方抵禦蟲群 你會看到蟲族會以疊羅漢的方式向你進攻 你就要用場景上的油桶和機關去對抗 但後期打混沌星際戰士的時候就比較無聊 就是你走到一個房間 然後敵人不斷用teleport傳送 都是那句 傳送增援是最沒有design和氣氛的增援方式 另外相對於 必到你全身都是肉汁的蟲蟲 打混沌星際戰士的感覺就好像用刀刮金屬 打擊感比較差 戰役裡面會有兩個NPC跟你組成一個三人小隊 你都可以跟你朋友連擊 不過不要說我不提你 連擊玩戰役是會令到戰役更加難玩 因為連擊就代表你要跟其他玩家分享你有限的藥包和彈藥 就算是這樣 今時今日可以連擊玩戰役與有同樂的遊戲 真是買少見少 面對那隻排山倒海的異形 你有的是豐富的武器 爆彈槍、火焰發射器、熱熔槍這些經典武器當然都會一一登場 隻劍在打擊表現上都有還原爆彈槍的火力 人形敵人中槍會直接變肉汁 就連近戰武器都有不少的選擇 例如刀仔、動力劍、鋸鏈刀和大鎚 他們都有各自的特性和combo 隨著你拿的武器不同 處決的演出都會不同 Space Marine是真正的猛男炸汁機 小隊裡的三個人就有各自的技能 主角泰圖斯發動技能就可以用攻擊去補血 令到他成為整隻game裡面最op的角色 在部分程節我們還可以用jack pack 拿著鎚仔來個大石砸死鞋 上集的正式台灣官方譯名是叫戰鎚殺無雙 但你不要誤會 以普通難度玩主線都還可以無雙下 去到後期你就可以體會到 做星際戰士是有多難 這遊戲就算是普通難度下 敵人的攻擊力和攻擊慾望依然是偏高 而且在重海裡面會夾閘著精英怪 他們會經常出一些沒辦法防禦的攻擊 還會有遠程單位不斷削你血 甚至是一槍打停你 面對這些敵人 我們就經常要在重海之中 用parry和迴避去應對敵人的攻擊 你沒聽錯是parry 所以我先說這隻不是射擊game 是動作game 你應對成功還可以用槍閘削弱你的敵人 最後再用處決去收尾 處決成功還可以回復角色的護甲值 而去到主打合作PVE的作戰行動模式 遊戲的玩法又有點不一樣 在戰業的劇情當中 你們就會見到主角泰圖斯 會點其他小隊去幫他完成一部份的任務 而作戰行動模式裡面 你就是那個其他小隊 這個時候你才發現 原來泰圖斯是即場射博操高手 他經常把救人、傳訊息等輕鬆有光線的優差 就留給自己 難啃的豬頭骨都留給隊友 那些在主線做背景的誇張重海 超勁的重巢手路 在天上飛的魔龍 全部都留給其他小隊在作戰行動模式裡面打 難怪他的同袍全部都在猜疑泰圖斯 作戰行動裡面 你可以在六個兵種裡面選一個 再跟兩個玩家或者兩個NPC一起進行遊戲 在這個模式 你可以用的武器會受到兵種限制 也不會像泰圖斯一樣可以跟自己補血 敵人的戰鬥力更加高一個層次 泰圖斯你老母 你每場戰鬥都會拿到經驗值 幫每個兵種升級、學技能 亦都可以用撿回來的武器資料強化你的武器 那你點他的技能和強化武器 可以令你明顯感受到角色變強 不過這個模式實在叫我又愛又恨 愛的就是跟朋友一起重複打關 強化角色 還可以解鎖型到爆的角色和武器外觀 恨的地方就在於這個模式的level 拆起來真的又乾又辛苦 那你普通模式下一局最快都要20分鐘 但經驗值和錢都比得少 較高一個難度 遊戲就變得超難打 子彈和藥包支援短缺 同時敵人又高攻又厚血 這個時候真是對技術合作和level的考驗 有時真的會打到隊友全滅 如果隊友倒地你來不及扶起他 是要等一分鐘才復活到的 然後我真的試過幾次打到隊友全滅 然後我自己在重海裡生存一分鐘等隊友復活 有種當年Halo Reach Noble 6那種最後孤狼的感覺 刺激得來 還男人未爆棚 那你可能問 既然高難度那麼難打 那你一路打普通難度拆開就行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武器最後的兩段強化 是會需要用到高難度下 才可以撿到的資源才強化到的 但你未強化到他又怎樣打高難度呢 於是你就陷入了沒有黑龍裝 就打不到黑龍的困境 二來就是作戰行動模式 目前只有六關 即使關卡裡面的敵人、配置和機關 是有一定的隨機成分 但作為一個要玩家重重覆覆拆的遊戲 只有六關又怎會夠後 所以你都只可以提高難度去找新鮮感 唉…又令我想起當初只有兩關可以拆的N份 然後就是PVP模式 即無盡戰爭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個PVP狂人 但《星際戰士2》的對戰模式 都令我玩得很盡興 目前PVP就有三個模式 就是搏殺數和兩個不同的搶點模式 依然有六個職業可以讓你選擇 對戰模式的角色跑速雖然跟主線一樣慢 但整體來說遊戲的對戰節奏是幾快 跟主線相比,Time to kill 算快 一排夾,幾下腳都會死人 而且Respawne Time很短 只需要10秒就可以復活 說不定打從一開始就是以PVP為重心去平衡 因為打PVE的時候 就會要求玩家都有持續的生存力和清場能力 技能冷卻時間又比較久 相反PVP裡面 不同的兵種只需要專注做自己就可以了 一條命換死對面幾個就有得贏 死了之後復活 又可以立即放棄 跟PVE一樣 你可以幫兵種升叻解鎖武器 讓兵種產生一些變化 最有趣的例子就是 偵察兵升叻之後 可以將追擊槍換成機槍 變成一個懂得隱身的戰鬥兵 還有這個模式由於一場很快 所以比起PVE模式 它更加適合用來賺錢和解鎖外觀 綜合來說 真是玩得開心過PVE 對PVP感到懷疑的地方 就在於Game Balance 戰鬥兵太厲害了 這遊戲一開始 我還在玩盾佬 玩jack pack 浪漫 要想辦法避開敵人的炮火 打近戰 真是打到我勾爆頭 直到我用了最不起眼 最基本的 對戰鬥兵 我簡直發現新世界 正所謂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七步之外 槍快 七步之內 槍更加快 看到對面的盾佬 和突擊兵 費盡心思接近我 努力無刀 但就被我幾槍拍死 我看到過去的自己 好了 不開玩笑了 總結吧 我跟很多主流大眾香港人一樣 都只是戰除40K的門外看 事前對戰除40K《星際戰士2》 也沒有太大的期待 或者是這樣 今次真的覺得有點驚喜 這遊戲有著大作級別的視覺表現 又有爽到必執 粗獷有暴力的戰鬥 還有很有戲劇性的演出 戰役又可以合作玩 戰役以外又有合作PVE 又有那個簡單粗暴節奏明快的PVP 這兩個模式 還有可以解鎖技能 裝備和外觀 內容充足 可以說是走回Gears of War年代的王道路線 甚至你可以說 相對起Gears 它更加像現代版的Gears of War 但這遊戲打混沌 星際戰士 那時候的關卡設計 和打擊感 都真的有待改善 目前關卡量又真的不夠 我評測的過程中 真的試過同一日裡 將同一關打7次 以後太圖師的日文名 可能可以叫一天七次郎 目前遊戲是比較新的 所以PVP街場合作意識差 令戰鬥兵這種DPS擔當有優勢 這可能就要靠時間去解決 官方已經公佈了去到2025年的Road Map 希望到時可以解決關卡不足和戰鬥變化小的問題 所以戰鬥40K 射駁太圖師以五星為罪服 我個人會根據目前的情況比一星 這遊戲真的很適合我口味 不過的確是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而且大家買之前要苦心自問 你會不會乾目前內容不足的PVE內容 明年推出新內容的時候 你又會不會去玩 高難度之下 這絕對是M底遊戲 你又可不可以接受到被重海鬱到點下點下的玩法呢? 你又有沒有朋友陪你一起去瘋呢? 因為從來就沒有完美的遊戲 只會有適當的人撞到適合的遊戲 我們復gaming最多都只可以提供我個人認為的客觀 不敗你的人幾時都會很主觀地說你是主觀 所以最重要就是自己玩得開不開心 除非你極端到喜歡玩Concord 那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裏 多謝收看 說說從來出片都不快 因為出片快對你們其實有好多 是對我有好多 相反我越花時間 就越可以省到你的時間 而你都只要CLS按下鐘仔就可以了 當然我要感謝我們專著不凡的Youtube會員和Patreon會員 你們的心意和支援方式 從來都是最直接和有力的 那我們就在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